来来啊 喜欢撸猫的这次又有福了 欧拉大家肯定都不陌生了啊 以养猫起家的 这回呢 在他家的猫阵营里面 又多了个新成员 那大家知道啊 以前的猫都是很女性化的 什么白猫好猫 芭蕾猫啊 都是很小女生的那种 那这回这个新成员呢 就显得有点中性化了 欧拉闪电猫 都说这次的闪电猫啊 特别像薄如杰 帕拿麦拉 你们觉得像吗 咱走一波弹幕啊 觉得像的 打一 不像的 打二 其实猫系列啊 是我认为在自主品牌当中呢 设计很有特点的一个家族 你像之前的那些猫啊 在那个细分市场 辨识度还是非常高的 但这次闪电猫一出来啊 厨艺说像帕美的 还有都说它 车头911 车尾宾利 那是麦凯伦的 好嘛 直接来了个三拼 今天我拿到试驾车之后呢 才发现啊 其实闪电猫的设计呢 还是有一些更深层次的想法的 我先说结论吧 它啊 其实是一种 复古精神的 现代化呈现 怎么样 把娜姐高情商 打到公屏上啊 你看啊 说它车头像911的 其实我觉得呢 也有点像 阿尔法罗密欧的 Mito 虽说大灯呢 都挺圆糊的 但闪电猫啊 并没有像911那种 以双灯为核心 去展开前辆的设计 而是把两个大灯呢 很好地融在了一起 咱把时间拉长一点 你就会发现 这种设计风格啊 其实是欧洲六七十年代非常流行的 你像是E-type 还有法拉利250的好几个衍生版本 比如250GTO 250Monsa等等啊 你都会发现有神似之处 再看车尾啊 就整个线条的这个走向来看的话 它更像是英国人五六十年代最喜欢的雪茄型车身 尤其是后半端啊 这种滑下去的感觉 都是非常典型的 像是早期的宾利 劳斯啊 马丁捷豹啊 都大量采用过这种风格 车尾呢 还是有点遗憾的 你看它这个后备箱啊 还是那种传统的三强式后备箱 你说这么大溜背 如果像帕美那种 做个大仙背 后备箱那种帅 然后再看它车身侧面啊 我觉得跟它是个电车呢 有关系 也有可能啊 是刻意而为之 就是它的车身很厚 不像是普通轿车那么轻薄 而这种设计呢 恰巧又满足了早期英轮车系的形态 就是介于轿车和SUV之间的那个高度 稍微有一点跨界的感觉 反正外观的设计啊 我觉得是很好地还原了早期英国车的观感吧 而不仅仅是那么简单粗暴的 车头911车尾宾利 总结一下啊 虽说闪电猫的外观 跟各种经典车型有神似之处 但我觉得呢 它并没有山寨某一款车型 而是很有复古新浪潮的味道 怎么样 这个外形你打几分 走 进车内 那再看它的内饰设计啊 大家觉得它像谁 知道的打到公屏上啊 其实这种大型的T字中控台啊 说实话用得很大胆 它现在呢 已经处于了一个实用和整活的边界上了 再往上一丢丢啊 就属于纯整活了 你看啊 这种造型呢 确实很美观 显得非常简洁又复古 不过要是能优化一下功能键的位置 就会更完美了 这中控台上啊 12345678 8个按键啊 有5个 是跟空调相关的 那车机系统呢 作为猫窝里的旗舰猫 那肯定得815了呀 流畅度什么的 自然没得说啊 只不过这个屏幕呢 放在现在如此内卷的电动车市场 还是显得有些小了的 还有啊 它这个三个套筒形的仪表盘 也是全液晶的 能显示的信息呢 也是非常的丰富 那这个方向盘呢 我觉得啊 它这个上扬角度 着实有点太大了 作为一款主打运动的车型啊 方向盘的轻角 其实是很有学问的 你比如说保守节的方向盘啊 几乎是垂直于底面 那驾驶员在打方向盘的时候呢 12点和6点呢 跟身体的距离啊 几乎可以做到等长 那这种姿势 在激烈驾驶的时候呢 会非常舒服 发力也均匀 那闪电猫的这种 大仰角的方向盘呢 打方向盘的时候啊 你手到了12点位置的时候 就得往前伸好多 平时日常驾驶倒是没什么 但稍微激烈一点的话啊 就很别扭了 好了 它既然是叫闪电猫 那咱们还是得得把它开起来啊 看它够不够闪电吧 我这台呢 是550公里的标准续航板啊 动力上肯定没有四驱板 4秒3那么过瘾 我实际踩起来啊 大概是六七秒的样子吧 但对于电动车来说 是非常够用的了 它在默认状态下啊 动能回收是最接近油车的设定了 几乎为零 你看 是吧 如果你刚从油车上下来啊 再开这车 真的一点上手难度都没有 然后整个车身的轻盈感啊 也是非常好的 方向轻 油门踏板轻 车身姿态也轻 但是啊 唯独刹车踏板 头段这个行程有点长 这导致呢 刹车力度也更是轻了 所以啊 要想达到正常的刹车效果 还是需要踩深一点才行 那闪电包的底盘素质呢 也还是可以的 无论是从这个舒适性 还是支撑性啊 尤其是这个底盘的隔音 传到车内的那种回馈啊 还是非常高级的 总之呢 就行驶品质来说啊 它是一台开起来很舒服 底盘质感呢 也还不错的车 但是转向呢 相对于底盘来说 就逊色了一些 它这个随速增益组移啊 感觉不太均匀 有时候你猛的一打方向嘛 就感觉沉了一下 然后重点啊 给大家介绍一下 它这个辅助驾驶系统 闪电包的辅助驾驶啊 我觉得让我对辅助驾驶 有了一个全新的理解 首先啊 车到居中保持的时候啊 那个调整幅度 肉眼几乎察觉不出来 不像我试过的很多车啊 左一下右一下的 根本没有任何使用感受可言 闪电包的调整啊 即便是在环路上转弯的时候 也是非常丝滑和适度的 就我目前试过的车型来说啊 能做到这一点的 了了无几 那其次呢 就是它脱手时间足够长 脱手时间呢 其实是评价一个辅助驾驶 很重要的一方面 很影响使用感受的 有些车啊 你撒手还没来紧紧开瓶盖呢 就开始滴滴滴滴滴滴 那我要你干嘛用的啊 然后呢 它还具有很强的 二次巡路能力 和模糊车道别人的能力 就今天北四环上啊 辅路和主路分叉了 主路呢 有一个很明显的向右拐 中间很大一片是没有车道线的 眼瞅着啊 离隔离堆越来越近了 我当时心想 完了 这肯定要甩锅给我呀 然后我手脚都准备好接拐了 没想到 没想到 它居然跟着车拐过去了 完成了一次看似惊险 但非常平稳的操作 然后我对它这个好感 就直线上升 这也太长脸了 另外啊 它除了有掰灯变现之外呢 还具有主动变现超车的功能 就是在条件允许的时候啊 它会主动超越慢车的 不过那个功能后面啊 写了个掰它 我就没敢试 这要是出事了 算谁的呀是不是 还是等它出正式版再说吧 说完这个最大的优点之后呢 我还是忍不住吐槽一下 闪电猫这个后视镜 镜子里能看到的啊 正中间刚好是 后排中间的头枕 而且啊 因为它后窗户的下颜 是比较高的 所以大部分情况下啊 都只能看见 后车的上半部分 而且呢 还被头枕挡了个辞日 我觉得啊 这个倒不算是硬伤 反而一个流媒体后视镜 就能解决了 那这台车呢 也是配备了这个 单踏板模式啊 把它开启之后呢 你看我松开油门 它就会缓慢的刹停 但之前大姐也说过啊 或是非常不喜欢 这种单踏板模式的 所以在这里呢 就不过多介绍了兄弟 好了 差不多也该总结一下了 就像我最开说的啊 这是一款在猫窝里 突然出现了一款 中情化车型 整个的设计呢 还是能看到一些 历史渊源的 尤其是以英伦风格为主 也是复合了很多 经典的线条 并不是单纯的911啊 怕美啊 什么那么简单 那它呢 既然叫做闪电猫 我觉得啊 4秒3的四驱版 应该是主力车型吧 不过啊 这还是要看 27号公布的价格 如果能有一个 带杀伤力的价格 再加上这个 复古的造型 和非常好用的辅助驾驶系统 闪电猫啊 在B级市场中 还是能有一站的 怎么样兄弟们 你们觉得这个旗舰猫 价格多少合适 评论区告诉我吧